在非洲生活着一个非常特别的男孩 他的面部长相有点特殊 头部大小是同龄孩子的一半 他不会说话 爱吃香蕉 嚼树叶 喜欢钻丛林 一般人你还真别想抓到他 所以村民认为他绝对不属于人类 最多是猴子或者是星星的近亲 由于外表的原因 也经常是受到同村人的霸凌 但你从他的水汪汪和大眼睛里面感受到的是 无比的纯真和善良 那在这个孩子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什么特殊的原因让他的头部没有正常的发育呢 他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 阿利 大家好 这里是三腔派眼惊奇 我是大象 在卢旺达有一对老夫妻 连续生了五个孩子 都夭折了 于是他们虔诚的向上帝祈求 再赐予他们一个孩子 既是残疾 他们也愿意接受 终于在1999年的时候 他们第六个孩子 阿利出生了 但是他出生的时候 头部小的就像一颗网球 既是如此 他们认为阿利也是上帝赐给他们的礼物 因此虽然阿利天生残疾 他们还是努力的将他抚养长大 虽然有心理准备 但是后续发生的事情还是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想象 长大以后 阿利变得不太喜欢吃熟食 最喜欢吃新鲜水果 尤其是香蕉 无时无刻不想跑出去撒花 尤其是钻小树林 每次躲到树林当中 他就像牛羊一样吃草 甚至是啃树皮 嚼树叶 所以想找到他也不是那么容易 同村的孩子们每天的乐子 也就是围着阿利转悠 他种种怪异的行为 外加上他脸部看起来与正常人不太一样 所以同村的人都把他当成异类 甚至管他叫做猴子或者是星星 有记者有一次去采访阿利和他的妈妈的时候 阿利看到摄影队的时候转脸撒腿就跑 一转眼就消失在附近的树林里面 他的妈妈花了三个小时的时间 才找到他把他带回家 后来摄影组成员试图拥抱一下阿利 他瞬间发出了猴子般的叫声 让在场的人着实是吓了一跳 母亲现在的年纪也大了 根本追不上体力旺盛的阿利 所以他无奈的情况下想出来一个办法 就是找了一个自行车的轮胎 这要干嘛呢 一旦需要 母亲就把这个套圈一样洒出去 套住阿利的脖子 然后通过套圈 这个绳子 然后就把逃跑的阿利给抓住了 这也真是无奈之举 虽然阿利说不了话 但是他还是能听懂一些 比如说在阿利听到指令之后 阿利会根据妈妈的要求 把地上的罐子捡起来送给他 阿利的故事被记录下来放到网上 很快全世界数以亿计的人知道了他的故事 之后也发生了很多让人觉得暖心的事 很多人主动联系阿利的一家 希望能够帮助他们 他们不仅能给了阿利一家直接的经济援助 而且还送来了床垫 牛奶 还有阿利超级喜欢的气水 那么这个孩子 他究竟得了什么病呢 阿利的这种病症在医学上叫做Microcephaly 中文就是小头肌型 也叫做小头症 因为阿利出生的时候 这种病症在世界范围内还真是非常罕见的 所以阿利怎么得到这个病 当时的医生还真是摸不着头脑 终于2016年的柳叶刀杂志的一份报告 得出了结论 携带债卡病毒的蚊子叮咬孕妇之后 有可能会导致这种小头症的发生 其实早在1947年 债卡病毒就在乌干达的赛卡森林里面的猴子身上发现了 并以此得名 那债卡病毒呢 出现之后的60多年间 一直待在赤道附近 但是主要都是在蚊子和猴子之间交互感染 极少出现在人的身上 那债卡病毒是如何传播到人类身上的呢 那这就要说到这只蚊子 它就是大名鼎鼎的埃及伊蚊 如果大家还不熟悉 但是应该听过 登革热 黄热病和疟疾 这就是这个可恶的蚊子 同时携带了这么多的病毒 真的害人不浅 后来呢 债卡病毒骑着这只蚊子 从非洲起飞 向东一路狂奔 一路的攻城拔债 2007年的时候 在在牙福岛的一个地方 报告发生了首起记载的债卡病毒的疫情 之后呢 2013年在法属的玻利尼西亚 出现了大型的债卡病毒的感染疫情 那这次疫情呢还扩散到了太平洋 其他的一些国家和领土 那么到了2015年3月份 巴西报告了许多疲疹患者 很快被确定为债卡病毒感染 进而演变成了大规模的爆发 导致超过上百万人感染债卡病毒 并引起了全球性的恐慌 还一度导致了世界卫生组织宣布 为全球公共卫生的紧急事件 那2019年呢 世界卫生组织发布了债卡病毒 传播的全球流行性概要 其中也指出非洲 美洲和东南亚和西太平洋的 都发现了由蚊子传播的这个债卡病毒 可以说债卡出征 那是寸草不生啊 途经的太平洋几乎是无异国家幸免 那好消息是呢 到目前为止 债卡病毒在全球的传播 貌似正在不断的减缓 而对于绝大部分正常人来说呢 感染债卡病毒之后呢 基本是不会出现任何症状 最严重的也就是发烧 而且病症呢 可以说是非常的轻微 虽然对于一般人不会有太大影响 但是对于孕妇来说 染病的后果可能是不堪设想 最主要的就是 我们刚才说的小头症 其实呢 早在2015年的时候呢 巴西的科学家有怀疑 债卡病毒跟小头症 存在着某种联系 但是当时呢 也只是猜测 后续全世界的科学家 投入了相当大的精力 来研究这个债卡病毒 他们发现呢 债卡病毒入侵孕妇之后 会通过脐带进入孕妇的肚子里的胎儿的体内 尤其是会攻击胎儿的大脑细胞 抑制胎儿的脑袋的发育 因此感染这个病毒的孩子的头部呢 比其他正常孩子要显得小很多 相应智商呢 也就会低很多 那而阿利极有可能 就是因为这种债卡病毒引起的小头症 那可能有朋友会说 得病也没啥好怕 我们知道了这个债卡病毒是怎么回事 打导致小脑症了 打个预防针 打个疫苗不就好了吗 不好意思 到目前为止呢 科学家也没有疫苗 而且得病了以后呢 没得治 吃啥药都没用 就得自己扛 而且呢 直到现在 科学家们呢 也没证明明白这个债卡病毒 到底是从哪来的 而事实上 债卡病毒比我们想象的还要严重 美国的疾病防控中心 CBC的官网上说 美国境内感染这个债卡病毒的孕妇 有大概10%会有这个出生的缺陷 最有效的防护措施呢 就是不要被这只可恶的蚊子叮咬到 防蚊防虫呢 可不是说说就算了 那是有科学依据的 所以呢 下次旅游之前呢 如果发现目的地 有这个债卡病毒比较严重的话 孕妇还是免了 最好别去 现在呢 阿力在好心人的帮助下 正在一个为特殊人群开办的学校 上学 而这所学校里面还有另外三个孩子 跟阿力几乎是一模一样 妈妈心里也非常的激动和开心 终于自己的儿子能够接受教育了 而在阿力21岁之前呢 还从来没有去过学校一次 因为很多专家说阿力不具备学习的能力 但是在这所学校里 阿力貌似正在用行动证明 这些所谓的专家他们是错误的 他慢慢的不再害怕见到人 开始享受在这里的每一天 每一顿饭 甚至呢他还学会了寄鞋袋 这些特殊的孩子们每天一起唱歌 一起上课 互相之间还会打招呼 阿力的妈妈对着所有的一切 她是心存感激 她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 我感谢你们给我提供的帮助 我看到我的孩子在课堂上非常的开心 而且跟每一个学生都会玩耍 这跟以前的他完全不一样 而校长对阿力表示很有信心 他说阿力能够服从指挥 如果教育得当的话 相信阿力能够学会很多基本的生活技巧 而阿力能够迅速的融入学校环境 相信如果继续坚持的话 他的未来一定跟现在不一样 脱胎换骨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而就像旅途一样 这个过程里很多的曲折 而在这条路上 有时你会登上风景修理的小山顶 而有时候你会陷入谷底的绝境 而当碰到那些深处谷底的人 希望我们都能够慷慨一些 可能是给予一个肯定的眼神 或是伸出一只元首 尽量做到你我力所能及 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就跟大家说再见了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别忘了关注我们 这里是三腔白眼惊奇 我是大象 下期见